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受持菩提心的加心 受持菩提心的真心 前面这两个重要的问题 已经讲述完毕 从今天开始宣讲 受持菩提心的后心 后心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念戒文和真实后心 首先是 念戒文有乘上细下的作用 也就是说 念戒上下文 作用的念戒文 在颂词当中 也是这样说的 智者如是持 清净决心意义 复为增长果 如是斩发心 那么这个后心应该大家清楚 我们已经发了菩提心 发菩提心的前提 积累资粮 净除罪障 然后布施自己的身体 舍弃自己的一切所贪置的财物等等 并且发愿回向 将来成为利益众生的一切因缘 自己变成 完全能利益众生的食物 物质等等 我们这样发愿以后 在诸佛菩萨面前 上师面前 已经接受了 非常殊胜的 难得的菩提心 那么菩提心应该说 我们今天在座所有听课的人 如果你前面没有断 大家的相续当中 都应该获得了菩提心 获得菩提心的原因 一方面我们也依靠仪轨来 进行念诵 同时我们也观想诸佛菩萨 然后在诸佛菩萨面前 接受了菩萨戒 接受菩萨戒以后 每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如果没有出现什么破戒的违缘 那么应该是存在菩提心的戒体 大家应该生起欢喜心 那么下面我们生欢喜心 首先是为什么要生欢喜心 这种心态 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 主要讲这个问题 那么这里说 所谓的 具有慧眼的智者 这些智者们通过以上的 潜行和真心的意识方法 在自相续当中已经获得了 极其难得的菩提心 这种菩提心得以清净以后 我们以什么样的方法来对待呢 当然结尾也要善示善众的 如果我们前行圆满 真心圆满 后期没有圆满 那么只是做任何一件事情 也是不圆满的 就开头的时候很好 中间的时候很好 但最后没有稳固 没有使他的善根加以增长 这样这件事情做得 不是特别的完美 所以我们为了菩提心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永远不退时 一直于日俱正 正正日上 他的功德一直越来越增上 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 我们要赞叹 我们自他所作的一切善根 因为做任何一个善事 一定要有一个随形 要有高度的赞叹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那么有些人的心 不一定延续下去 有这种可能 所以说诸武菩萨也是一直 赞叹菩提心功德的原因也在这里 那么这就是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我们这次受持菩提心 应该是一个智者的所谓 智者的一种行为 如果不是智者 可能人云业云 随波逐流 别人说什么 我也是跟着去 但是我们这次受菩萨戒 并非这样的 应该是通过自己 也是以自己的智慧 想想细细地观察过 依靠善知识的引导 也是已经接受过 而且这就是诸武菩萨 曾经依靠这样的道 而获得成就的 殊胜妙道 殊胜俊粮 这样我们并不是 通过一些别人的强迫 或者是别人的一些压力 让我们受持菩萨戒 并非这样的 每一个智者 反反复复地 通过自己的观察 知道了菩提心的 无上殊胜的功德 然后知道了 这个功德和利益以后 自己自愿地在诸佛菩萨面前 接受了如实的菩提心 所以说我们也知道 如果我们相续当中没有菩提心 所作的一切善根 也是功德菩萨的 对众生也是没有利益的 虽然我们在世间当中 也知道有许许多多的一些善根 比如说我们前面所讲的 人天福报的一些功德 或者说具有 十五量心梵田的一些善根 以及身闻缘觉的 具有自私自地心态的一些善根 但是这些善根 实际上并不是特别的殊胜 在整个世界当中 善根最大的 对众生最有利的什么呢 就是唯一的菩提心 所以我们通过方方面面 知道了菩提心的无上功德之后 大家已经受持了 这样的菩提心 那么受持这样的菩提心的人 也实际上是非常的伟大 以前阿底下尊者 经常在藏地宣讲 菩提心和皈依 还有业因果的三种法要 三种法要经常宣讲 有一次有一个老乡 他就经常听到了阿底下尊者 所宣说的菩提心 菩提心 他也不知道 到底什么叫做菩提心 他后来有一个机会 到不多瓦格西面前 他就很耐心地 问那个不多瓦格西说 阿底下尊者 天天说菩提心 菩提心 到底菩提心是什么东西啊 是人的名字 还是什么东西啊 然后不多瓦格西 一种心常地给他回答说 是所谓的菩提心 就是舍弃自私自利的心 然后为了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 获得圆满正等觉 果位的一种法心 这是一种我们要法的一颗心 他当时给他这样回答的 回答之后 那个老人家 也是非常的感动 说 哎 受持这样的菩提心的人 真是很伟大 这个菩提心非常了不起 他当时是这样赞叹不语 所以我们通过 这些教言书当中 后来这个公案也授约在 噶腾派的语法书里面 因此我们应该知道 凡是受持菩提心的这些智者们 应该说 有一定的智慧 没有智慧的人 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菩提心 没有福报的人也不可能 遇到这样的大乘殊胜法门 所以说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 既然已经受了菩提心 受了菩提心以后 现在为了他的善根要圆满 我们也应该加以保护这种菩提心 应该加以培养这种菩提心 而且使他得以稳固 使他强大 使他永远在 自相续讲当中延伸下去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 学习大乘佛法的人来讲 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 我们应该要修智态 赞叹 应该自己也是生欢喜心 让众生应该生欢喜心 所以通过欢喜心来 赞叹菩提心的无上功德 下面应该赞叹两方面 来生起欢喜心 后心的真实 让自己生起欢喜心 和他人生起欢喜心 用两个方面来讲 那么自己生起欢喜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成办自己的利益 而生欢喜心 还有成办众生的利益 而生欢喜心 就是从两个方面 来进行描述 那么第一个 也就是说 成办自利 生欢喜心 我们也是分三个方面 来进行阐述 第一个是要思维人生难得 具有重大意义的道理 来生欢喜心 颂词当中是这样说的 今生无佛佛 获善得此人生 佛生佛家族 今成如来者 那么从字面上讲 我们今生今生当中 已经获得了 如此的菩提心 那么我这辈子确实是 具有福报的 具有意义的 而且获得了 下满的人生 为什么我具有福报呢 因为我获得了下满的人生 并生长在如来的家族当中 成为如来的真正义子 佛子 所以说 我们应该觉得 这次非常的荣幸 遇到大乘佛法 如果我们没有 遇到大乘佛法 恐怕是在现在许多人 也许在自私自利的 这种心态当中 一直在流转 有些根本没有信佛教 还是在社会当中 一直整天忙忙碌碌 实际上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的方向何处 很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我想 我们在座的人 应该说是有非常大的福报 当然这个福报 并不是无因无缘 应该说是 自己在千百万年以前对供奉如来 修持正法的果报 同时佛陀不可思议的加持和威力 这种因缘聚合起来 即生当中遇到了这样的善知识 遇到了这样的大乘佛法 而且转生于佛法兴盛的重头 这是每一个人来讲 非常难得的一种缘分 首先我们也知道 为什么说即生当中获得如此的福报呢 因为我们从无始以来 在这个轮回当中 流转的次数是无法计算的 应该说是无边无际的 但从来都是在自相续当中 没有生起过如是神妙的菩提心 而即生当中的确是 已经生起了真实无为的菩提心 那么这样的菩提心 所有的人身当中应该说是极为难得的 虽然我们人身 有各种人身的身体 但是有时候自己获得的人身 没有成功造罪业的人身 有些做一些无聊的 无际的人身也是有 可是我们今生已经圆满了 十种圆满了 远离了八种无效等等 这样十八种下满难得的这种人身 同时我们有机会 发了这样的菩提心 那么发菩提心以后 可以说 我们现在都已经转生到 如来的家族当中 当然这里如来的家族并不是说 让我们大家都编成释迦族 不是这个意思 从世俗的角度来讲 我们心当中对大乘佛法 生起信心 这是《金光传论》当中也讲了 这就是我们的种子开始谋咬 开始已经成熟的一种机会 所以我们对大乘佛法 生起信心 然后利益众生 发愿菩提心和信菩提心 这就是我们世俗菩提心的开端 世俗菩提心的开端 当然生意菩提心 从一地菩萨开始的 那么这种如来的家族 可以说 我们还没有转生到 这样的如来家族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是 在自相续当中 已经生起了世俗的菩提心 当你生起菩提心的时候 前文当中所说的那样 你的名字 你的意义 全部都已经改变了 已经成为了如来的遗子 已经成为了 就像我们转能王的太子 虽然他转能王真正 支付国家的一些能力 现在还没有具足 但是他已经成为 转能王的太子 终究不管怎么样 他一定会实施当王位 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座的人 那么首先自己 也应该生起欢喜心 先获得了这么好的人生 我们获得这样的人生 应该在这个世间当中 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前一段时间 有些道友也在说吧 我觉得我现在 非常有福报的 否则在满满的人生道路当中 有这么多的邪知识 有这么多一些非法的行列 我没有加入这些团体 而现在入于大乘佛法 我觉得一生当中是最荣幸的 很多人有这种看法 我们也应该这样觉得 虽然我们现在在自相续当中 有贪心 诚心 也有一些世俗的烦恼 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 对如来的加持所勾召 就像是海水里面的鱼 被鱼钩已经钓上去 不管怎么样你肯定拿到 没有水的地方到彼岸去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已经遇到了 这样的大乘殊胜佛法 而且自相续当中 已经有了菩提心 所以我们如果快 如果真正非常精进 那么一生当中成就 这是显宗当中和密宗当中都是有的 以前阿难尊者也是依靠窍诀 在一天当中 他就获得了圣者的果位 也在《毗奈耶经》当中 有这样的公案 然后密宗一些 大成就者的传记当中 大成就者拉瓦巴 他依靠上师的殊胜窍诀 一万上的修持 最后获得了 大树莹的圆满果位 已经一生当中 在一万上的世间当中 也是获得了圆满的成就 那么我们藏地来讲 以前在修行法门当中 也经常提到过的 一个叫做夏持久 夏持久瑜伽师 他依靠阿底峡尊者的 菩提心的舍弃 自私自利的心 行持慈悲菩提心的教言 这个教言遇到之后 他从此以后 他认为一切的 自己所有的财产 所有的我和我说 都没有任何意义 全部抛弃 一直一心一意地修持五年 在五年以后 他获得了圣者的果位 在整个佛教的历史上 也是工人的大成就者 所以说 我想我们快的话 应该说在短暂的时间当中 即生当中 也一定能成就的 如果再次没有慢 只要我的相续当中没有出现 舍弃愿菩提心的这种违品 那这样我们一定会是 在很快的时间当中 凡是要成就的 只不过是迟早而已 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我们当时考的是 甘子师范学校 师范学校 当时跟现在有点不相同 当时在那个里面毕业 全部都是当老师的 然后每一个人 凡是考了学校以后 都有一种感觉 凡是我肯定是 以后有工资的人 不管怎么样 只要我不违反 大学院的纪律 我的成绩再查也是 我会还是变成一个老师 我们都有这种感觉 自己有一种特别的安慰 或者受安慰 或者有一种安全感 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人 这并不是口头上说的 我们现在所谓的佛法 光是用一种 虚无缥缈的一些语言来赞叹 这是没有任何事宜的 但是这个是有理有据的 而且这样的道理 以无数的大成就者 通过这种道理来 然后最后获得成就的 像历史上 我们以前也讲过 许许多多高僧大德 是依靠这样的妙道 而获得了无上圆满的果位 所以大家我想应该在心当中 应该有一种欢喜心 这个欢喜心 觉得应该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欢喜心 始终自己也是感觉不到 尤其是现在我们 学习这样的佛法 应该是非常荣幸 很高兴的 可是有些人好像 就怎么说 自己根本不知 露山正妙目 根本不知道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每天都是在这里 听受佛法 我发福地心 这并不是特别可贵难得 有这种可能的想法 因此大家应该想到 我们现在已经转生到 如来的家族当中了 以前在印度的时候 这方面的公案也比较多 比如说作为一个儿子 他从小都是问 他父亲的家族是什么 如果他知道了 他父亲的家族行业 那么从此以后 他也是自己 精进地做这件事情 而且自己也知道自己是 比如说你是婆罗门家族 你是释迦家族 什么样的家族 他应该要继承 他家族的事业 所以我们一方面 也应该很高兴 我们以前好像在 荒芜边际的 在旷野当中的一些 无依无靠的人一样 现在已经有了 大乘上师的舍手 已经有了诸佛菩萨的保护 我们自己也应该想说 我从此以后 已经成了如来的教徒当中的意愿 应该这样想 所以每一个人来讲 应该心里面有一种欢喜心 我们如果心里面 什么欢喜心也没有 痛苦心也没有 那就像五光尊者 心心修行里面说的一样 我们的心脏变成一块石头 或者是铁球 因为有些人 什么感觉都是没有的 只是一些吃喝玩乐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痛苦 他感觉特别的强烈 包括一些费力的 一些事情上面 他高兴得也特别快 痛苦得也特别快 真正有一些 对佛法的出离心方面 他从来也是好像不厌烦 这些世间的一些痛苦 然后从来也是不生起 诸佛菩萨的善君 或者是他们的一些 不可思议的事业 这一点可能有些人的 心态有一点关系 但是自己还是应该加以改造 这也是可以的 这是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既然获得了 这样的菩提心 那么不放逸的行为 来进行使他稳固 应该是他稳固 不要让他在这里消失了 不要以自己发菩提心的承诺 最后不合理地消失 不能这样做的 那么下面在颂词当中 是这样讲的 他这里来说 我们一定要尽心尽力地 符合自己如来家族的事业 必须要做到这一点 千万千万不能玷污 这样唇集无垢的中心 非常高贵的 非常珍贵的如来的中心 我们不能玷污 在这个颂词当中 应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们以后做任何一件事情 必须要复活佛陀 给我们所规定的教会教义 应该在佛教所有的这些戒律 尽量地守护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既然已经发了菩提心 已经加入了 大乘佛法的团体当中 那么从此以后 我们跟其他人完全不相同 我们的身份不相同 我们一定要俘获佛陀的事业 而千万不能以一些非法的行为 玷污我们如来的唇集无垢的中心 所以我们每一个修行人 我想应该是自己对自己有一种责任感 以前我们还没有 加入大乘团体的话 那么自己的身心 可能没有什么约束 你顺顺便便 随行所欲 怎么做也可以 但现在 跟以前完全是不相同的 我碰到有一个官员 他是个显微书记 他说 我现在已经当了显微书记了 我跟其他人的行为 完全是不相同的 以前我行为 有时候是有点放逸的 但我现在 我自己不约束自己的话 别人 很多人要看着我 我想他们世间人 也有这样的正知正念 同样的道理 我们作为一个出家人 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 也应该 以前我还没有皈依 我还没有进入大乘的时候 我的身心 很多都是随着世间而放逸行尸 有这种情况 可是现在跟以前完全是不相同的 我在所有的诸佛菩萨面前 金刚上师面前 已经承诺 我从现在开始是一定要 按以前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文殊菩萨 观音菩萨等 他们怎么样饶益众生 他们怎么样舍弃自己的一些 我和我所的行为那样 我也是要发这样的愿 必须要做到这样的事 所以我们发了这样的愿 那么具有一个智慧的人来讲 是不会发空愿的 一定要对自己有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所以我想在座的各位 首先我们应该要时时地想到 就是自己在诸佛菩萨面前 已经发了这种愿 发了这种愿以后 行为完全是不相同的 比如说我们世间当中也是 在一个宾馆里面有一些服务员 在一个心机宾馆里面的这些服务员 他在他的一些 董事长或者一些经历面前 已经承诺了 我从此以后 成为你们公司的一个成员 那么不管是别人欺负我 不管别人怎么样 我为了工作的一些效益吧 我还是认认真正地对待 我从来也不犯 你们在这里面所规定的任何规则 如果他这样承诺 他以后在行事过程当中 也是规规矩矩的在做 他经常用正念来 向自己所承诺的一些事情 同样的道理 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 确实在诸佛菩萨面前 已经发了这个愿 我要受这个菩提心 我以后他受这个菩提心 有两种 归纳起来我觉得是有两种 第一个就是要尽量地舍弃 我们自私自利的一切 然后尽量地帮助众生 这就是我们如来 事业当中所作的事情 所以从汉传佛教的 历代高僧大德 像以前的九摩洛山 或者唐玄奘 一支智者大师 还有像我们见证和尚等等 历代的这些高僧大德的 传记里面看了 他们都是没有 着重地强调自己的 应该是舍弃自我 利益众生的 这样的一个伟大事业当中 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成就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虽然现在有些可能还能力有限 现在有些发心有限 因为无始以来的 这种自私自利的心 一直串息下来 现在一下子要改变的话 恐怕是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我们还是要 厚厚如来的事业 应该何但如来加益 这一点我们每一个 大乘修行人来讲 是不能放弃的一件事情 因此他这里也已经讲了 第一个 我们必须要复合如来的事业 第二个 千万千万不能以自己的一些 不好的行为来玷污如来的 纯洁的事业 纯洁的中心 因为佛教是 纯洁无垢的一种宗教 这一点是世界上 有智慧的人都是承认的 可是我们在佛教徒 佛教的信任当中 有些人的行为 的确是不如法的 而且不仅是我们出家人看得 他们的行为不如法 甚至有些在家人 他们看出来也是这种 是非常不合理的 我们藏传佛教来讲 确实是在这么多的漫长历史当中 在藏传佛教的教义上 谁也造不出任何一个错误 有些是在藏传佛教的一些寺院里面 不管是辩论 闻思修行 实修 闭关 这些许许多多的特点 恐怕是很多 包括我们的汉传佛教 南传佛教 在有些范围当中 有些寺院当中 绝对是可能比不上的 这一点并不是 我们自己夸夸其他 应该有机会的时候 你们很多人去谄访谄访 藏传佛教的有些修行的禅灵 有些修行的一些道场 佛学院 他们都是常念如一日地 一直辩论 一直闻思 一直找到真正如来的 这种纯洁的智慧 但是如今 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有些人应该说是 有个别个别极少数的有些人 不管是在汉地也好 国外也好 许多地方有些不如法的行为 以佛教徒的身份来 经常染污我们的佛教 前一段时间我听到 说是藏传佛教的一位活佛 他到广东那一带去化缘 化缘的过程当中 他遇到一位 也是可能没有智慧的居士 我就经常觉得 藏传佛教也好 汉传佛教的有些出家人 行为不如法的有些出家人 和没有智慧的居士 两个想接触的时候 经常对佛教还是不利 有智慧的居士 他首先也看这个修行人 这个出家人到底怎么样 他供养啊 他很多方面 有一定的掌握分寸 那么这位活佛 他在那边 首先也可能宣传了 自己方面的一些寺院的状况 他的一些转世情况 等等讲了很多 之后那位居士也是生起信心 后来对他供养了一辆车 然后一辆车以后 他也是到藏地来了 藏地来了以后 他在原来汉地听到的这些话 并不是真实的 很多方面有一定的漏洞 有一定的出入比较大 后来他也可能不太高兴 后来到了成都的时候 那位居士不太愿意 他原来所供养的这部车 不愿意供养 然后他们两个 开始出现矛盾 最后活佛说 你既然已经给我供养 你现在是不能退 如果退的话 你佛教方面有过失 从世俗的角度来讲 如何如何不合理也讲了很多 然后那位居士 我并不是以无缘无故供养的 我当时认为 你是真正了不起的高僧 我现在后悔 我不供养 后来为了这件事情 一直纠缠 最后可能通过政府部门 来去调解 最后听说这部车 还是给给他自己了 然后那位修行人 比较失望的心态当中 已经回到了藏地学域 所以我觉得这不代表 我们藏传佛教的佛教 但是藏传佛教里面 个别人的行为不注意 确实是有这种现象 不仅仅是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当中 也是很多佛教徒 有时候行为不如法 后来各方面也对佛教带来不良的后果 这是我想 我们经常也是 二位目睹的事情 所以我想作为一个出家人也好 作为一个居士 尤其是我们现在有些居士 他自己口口声声说 我是皈依佛门的佛教徒 我是如何如何 可是他的有些行为上 根本看不出来真正是一个佛教徒 慈悲善良方面也好 行为如理如法方面都没有 有些一般的一些世俗当中 从来没有皈依 从来没有进入大乘佛教的 一些世间人的行为都不如 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希望我们昨前天 已经在诸佛菩萨面前 发了菩提心 发了菩提心 从现在开始 以前不管怎么样 自己再怎么样也是 最好不要以佛教的名义 来欺骗众生 不要害众生 我们不能害众生 因为我们所有的祖师 所有的这些诸佛菩萨 他们在因地的时候 为了救护一个众生 舍弃自己的生命 应该是这样的 可是我们现在佛教徒 不但不能利益众生 而且我们的行为 欺骗众生 杀害众生 殴打众生 那这样我们的行为 跟以前高僧大德们的行为 既然不同了 背道而驰 那这样我们能不能获得成就呢 绝对是不能 不仅我们自己不能成就 而且我们的行为 又损于整个佛教 又损于整个众生的 善根的增长 所以说大家 如果实在是自己的行为 没办法约束的时候 就像孟宝仁波切的 有些教言里面所讲的一样 你自己如果出家的行为 实在是没办法受持的话 那佛陀也开许 你自己舍戒变成一个在家人 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但你穿着这个衣服 你经常在外面 做一些不如法 那这是不允许的 我遇到一个人 也是一个在家人 习气比较重的 也是邪见比较重的 他说他在一个地方 也是看见一个旁旁的出家人 据说是比较有名的一个高僧 然后他旁边两个汉族舅母 这边一个人 那边一个人在抚他 那么走路都是靠他们 左右两个规障而行动 那这样实际上 真的也不太如法 应该不管从戒律上也好 从一些别人的看法上 都不太如法 内心当中 所有人的烦恼都没有 非常清洁 这是佛陀时代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作为的佛教 在任何人面前 应该它是很庄严的 不应该故意我们去玷污 去玷污的话 自己也是有非常大的过失 所以不管是出家人 在家人 凡是学习佛法的人 希望大家在非佛教徒面前 也应该出现 一个比较庄严的威仪 这一点我觉得是 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 也可能说一些别人的过失 但是这个过失 也并不是针对哪一个人 由矛盾而发出来的 只不过我们作为一些佛教徒 没有注意的确是 对自己的身心也不利 其实如果我们真正行持佛法 尤其是出家人 应该说是最光荣 最伟大的 而且前一段时间 我们几个同学 大家聚会的时候 我们班里面有两个出家人 当时我们出来的时候 很多同学都是关心我们 觉得你们这样出家 以后没有工资 没有地位 这样多么可怜啊 好多人为我们流下了多少眼泪啊 可是我们现在 已经毕业二十年 二十年以后 我们大家聚聚在一起 回顾一看的时候 每一个在家人的心理也好 他们的生活经历当中 有无数的坎坷和曲折 然后有些在事业上 有些在感情上 有些在家庭上 然后每一个人想起来的时候 几乎每一个人流出眼泪 而我们两位出家人 应该说现在吃的也有 穿的也有 再加上在二十多年当中 也是没有经历过这么多的痛苦 实在是忍不住的一些伤心 都想不起来 所以后来包括我们的有些老师 都非常赞叹如来的清净之道 因此我想我们在座的人 这么多的出家人 你们也应该想一想 如果你们没有现在出家 然后你在家的话 你不要说听一堂课的这种时间 也是非常困难的 这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上面有一些老年人 中间面对你的 也有一些特别可怕的人 然后下面有孩子 还有周围有一些亲戚朋友的人 那么每天都是面对这些 每天都是要应付多少个事情 所以有时候我想 我们在座的有些出家人 应该说是很荣幸的 大家要知道自己 已经转生在这样的如来 尤其是别解脱的 这样非常庄严的行为 对自己来讲千万不能舍弃 大家应该要知道这种功德 如果你现在不知道 以后你真的还手了 或者你真的变成一些可怜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翻过来一看 可能就来不及了 因此大家对自己的珍惜 今天的福报 这一点还是有必要的 下面我们讲第三个 也就是说用比喻来说明 获得菩提心的难得 讲这个道理 他这里说 就像一位双目生命的盲人 非常贫穷的 这样的人来讲 在废墟当中 在垃圾堆当中 获得了价值昂贵的如意宝 这是非常难得的 很荣幸的 一般来讲是不可能得到的 但是如果你得到 大家都觉得 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依靠业和烦恼的 这样的 废墟那样的身体当中 而没有取舍的 智慧的 双目生命的人那样 就是在这种时刻 获得了像如意宝那样的菩提心 那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一件事情 这两个其实比喻和意义 想结合起来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 获得者无始以来都是 没有打开取舍智慧的 双目生命者 这是从获得者 极为难得的 然后所获得对境 那么一般的一些大海 或者过往的宝藏当中 如意宝可能会出现的 但是一般在我们垃圾桶和一些 肮脏不堪的一些废墟里面 不可能获得了 价值良成的如意宝 这是一般来讲 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从对境方面的难得 一般来讲 我们所得的物质就是如意宝 如意宝 我们平常得一些家将 或者获得一些财物 这是有可能偶尔的一种机会 但是获得如意宝 那没有一定福分的 没有一点福报的人 根本得不到 所以所得的物质的 价值方面来讲也是无与伦比的 应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 比喻我们即生当中 获得了如此殊胜的菩提心 的确也是非常困难的 在座的很多各位 以前没有接受菩提心之间 恐怕自己的人生 真的是没有任何事宜的 有些吃海鲜 吃青蛙 吃毒蛇 或者说生活整天都是 可以我说得有一点形容夸张 但是我觉得还是 蛇和毒蛇没有什么差别 反正我想我们有些人 在以前的生活当中 吃的也是这样的 所说的话全是无稽之贪 无关紧要的一些话 一直说到现在 然后一些行为 今天女儿 明天去唱歌 跳舞 上酒吧等等 一些无有意义 尤其是看到大城市里面的很多人 真的所谓的人生 过得一点事宜都是没有的 但是他们自己 可能听到以后不高兴 觉得是 哎 我这么有意义啊 你看我房子那么好啊 我家里如何如何啊 可能会这样想 但是这个暂时来讲 可能有一点点 它的价值观 因为我们所谓的价值观 有时候也是不太相同的 从它自人的 有些作严点来看 可能有一点 但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意义 可是我们今生当中 真正是获得 就是怎么说啊 菩提心 这种菩提心 连一般的人 梦中也没有获得过的一种珍宝 真正的如意宝 没有什么差别的 因此我经常都是在想 比如说有些人 让我今天让你获得 总统或者国家主席 我们值不值得赞叹呢 不是值得赞叹的 如果我们相续当中 真的利他的这种菩提心得到 那价值远远超过这些地位 远远超过地位 实际上都是并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比如说 你开什么运动会的时候 获得了什么世界级的一些嘉奖 或者获得了一些冠军 获得罗贝尔奖 或者在这样的时候 在无数的人的欢愈当中 这个得奖者 也是自己都是战战自续 觉得好像有些人高兴地 马上要混到去了 就是有这种情况 可是真正从菩提心的价值来讲 哪怕是你的这种 得奖的价值多少个美金 我觉得也并不是值得的 比如说你获得的这种奖 你的人生过完了以后就没有了 我今天获得了罗贝尔奖 全世界的人对我非常佩服 但我在十几年当中就勇上 过后不可能跟着我的 我今天获得了 总统或者国家主席 我十几年以后 还完了以后 我还是普通的人 当时我要面对死亡的时候 我还是跟凡夫人 一模一样去面对的 可是你相续当中生起菩提心 没有出现什么违缘的话 那么乃至生生世世 获得佛果之前 我就已经变成了真正的 具有解脱种子的 已经踏上了菩提之道的 从此以后 我们应该改变了自己的名誉 所以我想 我们在座的人 有时候可能有些人 有这种想法 我现在修也修不动 背也背不起 然后考试 也没有能参加考试 那现在每天都是这样 迷迷糊糊当中 一点意义都是没有的 要不要我自己去自杀 要不要我自己去跳河 可能会这样想的 实际上你们不要这样自卑 实际上我们相续当中 真的有利他的决心 已经生起来 如果相续当中有了菩提心 那么即生当中 什么事情都不做也是可以的 什么事情都不做 你天天睡懒觉 只要你有一颗菩提心 天天吃得饱饱的 我现在什么都不管了 我有菩提心了 什么也不用发心 什么也不用参加 我觉得也是应该可以的 所以我不是说开玩笑 内心当中也是真的 发自内心的有些话 这个菩提心确实是千差难逢 应该说在无数劫当中 获得这样的菩提心 也是非常非常的难得 就像《华严经》里面 所讲的贫穷的人 有一位贫穷的人最后获得如意宝的时候 相当高兴的 从此以后改变了 他一生的命运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座的人 可能有些是四十多岁的时候遇到 有些三十多岁的时候遇到 有些从小的时候遇到 但不管怎么 你什么时候遇到大腾佛法 从此以后 如果你改变了你的中心 原来就是你为什么而活着呢 就是为自己的生活而活着 那么现在 我们就是为众生的利益而活着 如果你改变了这样的方向 那真的今生当中 获得人生具有重大的意义 不管是别人承认 不承认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这个价值和定义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不得不承认 如果不承认 必须要具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据 但我想 这个是谁也不会有的 这个大乘佛法在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两千五百多年当中 没有任何可以说无极可乘 任何外道和任何其他的学者 都不能扑持我们 大乘佛教的崇高精神 因此大家一定要生起欢喜心 这是非常必要的 他这里也是通过比喻来说明 自相续当中 生起欢喜心 那么最后 成办 利他而生欢喜心 下面我们要想 菩提心不仅是成办自己的利益 而且成办众生的利益 也应该大家生起欢喜心 今天应该 我觉得是很开心的 因为前一段时间 我们讲什么忏悔 有时候自己罪业深重 那个时候讲起来 好像自己都是没有希望一样 有时候特别伤心 那么今天我看 也是大家都很欢喜 应该是这样的 下面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我看你们背诵的时候 这一段背的时候特别好听 而且你们也是 背的时候也可能不是特别的费力 这几个都是比较相同的 读这一段的时候 有些人背的不是特别好的 就马上头抬起来 几次破底下 下面就是讲 我们在生死轮回当中 每一个人的流转在轮回里面 是无数无边的 可是我们要想灭尽 摧毁这样的死轮 众生的死轮 也应该依靠菩提心来可以摧毁的 因为以前所谓的甘露 在有些其他的大乘法要当中 就是说是天人的甘露 天人的甘露 就是当时与阿修罗作战的时候 有些天人受伤以后 依靠天人的甘露 不会死亡 反而依靠甘露而获得 从此之后 我们所谓的释迦牟尼佛的佛教妙法 也有甘露之称 也有甘露的称呼 因此佛陀最后获得成就的时候 也是 就是甘露尼希光明无为法 然后就是口无尼的 犹如甘露妙法 我亦得罢 刚开始的时候 获得了这样的教言 获得了这样的境界 因此我们所谓的甘露 有时候是灭除众生的生死 也就是说 摧毁思慕 从这个角度来讲 也是甘露 从一个角度 世间的甘露 它是无上的妙衙 即使人已经遇到 奄奄一息的时候 依靠甘露 就开始重新恢复 有这样的一种能力 那么在生死当中 真的能摧毁生死的 就是我们这个菩提心 依靠这个菩提心 比如说我传讲者 如果有了菩提心 我从此以后再也不需要 进入漫长的轮回指导 如果我是听受者 我是修行者 我的相续当中 有了这个菩提心 从此以后我也不需要 在路道轮回当中流转 因此我们可以 称为甘露 下面讲除贫穷的无尽宝藏 这也是菩提心 也就是说 我们世间当中 有些人身体上 非常的痛苦 也就是说外面的物质上 没有福得圆满具足 非常贫穷 有些虽然外面的财物已经具足 但是心里很空虚 心里始终都是有一种失落感 没有快乐 现在世间上的人们也是这样的 虽然外面的一些物质 洋洋的具足 可是心里的目标 始终是到不到的 这样一行 他的贪婪 贪婪之心日欲俱正 最后始终是到不到 自己的目标 而非常的痛苦 没有一种满足性 始终是在一种渴望和渔望当中 那么这些人也是非常 从精神上来讲是非常贫穷 那么我们所谓的菩提心 实际上满足所有众生的心愿 如果相续当中 真的有了菩提心 因为没有自私自利的心 没有自私自利的心 为什么谈财 为什么谈其他一切的一切 就是不会有的 应该他有一种满足感 根本不会伤心 这样也可以解释 或者所谓的菩提心 暂时缺少 人天福报快乐的众生 给他赐予人天福报的宝藏 究竟获得圆满 善解脱的快乐的贫乏者 没有这种快乐的众生 对他也是如愿一长 依靠菩提心来使他得以满足 从两方面来讲 我们所谓的菩提心 在整个世间当中是 唯一能满足一切众生的 唯有的国王的宝藏一样 所以这个菩提心 应该说是非常可贵的 我们相续当中 生起了菩提心 应该自己都变成了 大福报者 有些人说 我现在特别地伤心 因为我现在没有福报 我想多供养三宝 布施众生 满足众生 世间当中有那么多可怜的众生 我要想帮助他们 其实你如果真正想帮助 可怜的众生也是特别好的一种悲天 我们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所谓要积累资粮的时候 一个像佛陀那样 功德的天叫做功德天 然后像父母那样恩得比较大 这叫做恩天 可怜的一些病人 众生 这叫做悲天 依靠这三种天 依靠长期的 或者意乐比较强大的 这样来造善业 那么福报功德是相当大的 这是《亲友书》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当然如果你真的想 可怜的众生要满足他 这样也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 经济上的条件 我想相续当中有了菩提心 一定会满足所有的众生 因此有些人就觉得 我帮助众生没有这个能力 有心力不足啊 我以后发财 以后我才帮助啊 我现在有心力不足 但是你如果真的 有了菩提心 有心也利得也走 能不能这样说 然而我们世间当中 也有很多的疾病 遣除众生疾病 身体和心上 罹患的各种难以治疗 不致症的一些绝症 也就是说 非常可怕的一些病 众生的一些身上也有 众生的一些心灵也是有 那么这些病全部是 依靠菩提心来可以治疗的 大家也知道 众生的所有八万四千的病 或者说所有的这些病 它的根源就是贪嗔痴 依靠贪嗔痴 风淡言 所有的这些病才会出现 如果我们相续当中 有了菩提心 断绝了贪嗔痴的根源 这样以后 世间所有的疾病 全部都是没有的 所以所谓的菩提心 唯一的妙药 因此华智仁波切 在有些教言当中也是说 所谓的菩提心就是 八万四千法门集聚的醍醐 有了它可以组成菩提 缺少它的话 什么果都是不能得到 所以华智仁波切一直 赞叹菩提心的原因也在这里 因此我想我们大家 也应该生起欢喜心 尤其是作为一个修行人 有了菩提心 什么对自己的疾病也好 魔障也好 或者一些修行当中所有的障碍 都可以转为道用的 以前米拉日巴尊者 也是他说过 他说一些病魔 一些违缘 障碍 障碍 这些都是安住在 其滅明点当中 然后行持 修持菩提心 这就是成了修行的一种庄严 这就是成了一种德行的庄严 因此在他的修行过程当中 任何违缘都是不能 就是对他有害的 因此我们相续当中 真的有了菩提心 其实有些邪魔外道天天害我 我就用身体布施他们 我就观想帮助他们 我没有什么可害的 你们害我就害我吧 然后我遇到一些痛苦的时候 我如果用菩提心 来转为道用的话 那么这个痛苦也会小声利己 这样一来 有了菩提心的修行人 真的是非常快乐的 没有菩提心的人 不管是你表面上 弄得再怎么样 实际上功德也不太大 而且在自己的行为 有时候也不一定成为 真正有福德的善道 所以我想在座的每一位人 每一位自相续当中 好好地观察一下 如果你有了菩提心 大家应该生起欢喜 我相信这次 大家都已经获得了菩提心 获得菩提心以后 大家都是 就像我们获得了 一个如意宝的时候 那么出现一些战争 这个时候 人们都想尽一切办法 想方是法把这个如意宝 保护起来 藏起来 大家都知道 我这个是不能损害 就这个不能丢失 如果丢失的话 太昂贵了 大家都对这个 是非常重视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依靠自己的善缘和福报 已经获得了菩提心 那么现在每一个人 该保护的时候了 如果你加以保护 在临死之前 我不舍弃菩提心 我帮助众生的心态 一直是没有舍弃的话 那么我们 虽然人生是很短暂的 但是这一次确实是对自己的 乃至生生世世的道路当中 已经垫底了 非常好的一种基础 所以一直再三地劝请大家 一直祈祷大家 我想我们相续当中获得的 上师们加持的菩提心的如意宝 大家永远也是不能舍弃 一定要加以保护 总有一天 我们也知道 原来我在因地的时候 发了菩提心的 那么即生当中 我有如何如何的功德 自己也是会发现的 今天也就学习到这里 这主题是在生命中下来 藏思舍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